9号上午,中国天州5号货运飞船与长征7号遥六运载火箭组合体,垂直转运至发射区,拟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。 载轨飞行6个月的天州4号货运飞船,当天下午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。 目前,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,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,联合测试等工作。